王局长又给卯兔塞过来三十几个人 卯兔却一口答应接受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要求 也可以说说 或者其他方面的 能支持的 我们也尽量支持 既然王局长你这么说了 我还真的有点要求 希望你们能帮我再找一些地盘 能开成店的 这安排这么多人来 就算人人都学会做皮鞋 可东西总要销出去吧 多个门店就多点销量 现在县城还是老县城 没有开发 好点的门店位置 都是属于国有的 以卯兔的能耐 不一定能拿得下 行 这个我去帮你问问 王局长 这事可不是随口说说的 这个问题你一定得重视 你也看见了 这场子现在没啥业务 要是自己不找点门道销售 估计要不得几天就会关门 我这场子关了没关系 到时候这些人怎么解决 我又给你送回来 你重新安排 别别 我要是能好好安排 何至于一股脑再到这边了 你放心 许毛兔同志 这事我一定放在心上 那你上次承诺办的各种证件呢 当然办下来了 我就是挺忙 没去拿 等我空了 我就去拿了给你送来 还真得快点抓紧 把这些办下来 那多谢王局长 过两天 我就来找你要回心 行 就这么一言为定 大家好好在这儿干 我后期再来看望大家哈 送走王局长 许毛兔就开始安排这些人 金秀过来帮忙 带着那些女同志 去二楼安排住处 这个金姐真不错哦 就是典型的眼中有活的人 随便什么事都能处理 安排得好好的 就算不能当这些师傅 帮着管理一下场子 也挺好 可是这些身体有残缺的人 该怎么安排呢 这是个问题啊 东想西想 毛兔总算是想出一个办法 至于能不能行 还得先问问那几人 第二天毛兔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说是要团建吃饭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 做点自己的拿手菜 到时候我们评选 做菜好吃的会有奖励 第一名的十块钱 第二名八块钱 第三名五块钱 后面的多少都有奖励 这一下 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 很快就在厂区空旷的 雷起了简易灶台 又把大铁锅给搁在上面 这样子 颇有一点农村烧大喜的场面 你这样不行 是那一名支招拐杖的人 在指点一个切菜的绳子 你行你上 没想到 这个支招拐杖的人 还真的伸手接过菜刀 他就坐在方板凳上 拿着菜刀切菜 这切菜还挺有节奏的 一看就是在部队练过 这刀工确实好啊 原来这人以前在部队吹事班 待过一段时间 还真的学了技术 大家忙得热火朝天 卯兔在一边记录着 每个人的优势和性格 最后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也把皮鞋场的 伙食团人员定了下来 我 我现在残疾了 连战都站不稳 走路还得借个拐杖 我能干好这个伙食团团长 没关系 歇小兵同志 没有谁生下来就会 就如你去当兵 没有谁天生 就会握枪杀敌 但是 只要经过训练 只要经过这个场景 你就能胜任 以后 希望你把皮鞋场伙食团 都能吃上美味可口的饭菜 我一定完成任务 保证让大家能吃上 美味可口的饭菜 这事 就这么算定下来了 至于剩下的几个人 卯托安排的任务是当业务员 当业务员 对 你们负责当业务员 你们也看见了 我们这是皮鞋场 这么多的大婶大姐 在这工作 生产出来的皮鞋 总的销出去 才有钱发工资 所以 这跑业务的工作 就拜托你们了 毕竟 这些人 都带着伤残 即不能在流水线上搞生产 也不适合当保安 跑业务只要有嘴就行 可我们不会啊 还是那句老话 没有人天生就会 难道 你们生下来 脑门上刻着字 只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大家一听 哭笑起来 确实 谁生下来脑门上 写着能干什么 这跑业务 处处是困难 可是 只要你们能舍下脸 多问 多跑 多打听 总能找到关系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们把这些问题 当做交给你们的任务 好比这前面 就是敌人的碉堡 而你们 务必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碉堡给炸掉 明白吗 你们依旧是最优秀的人 只是 现在换了一个战场而已 明白 当你们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时候 请你们回头 看看身后的这些大娘大婶 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能不能消出去 就看你们了 那几人 望向身后的这一群女人 这些脸孔 或者还是陌生 但是 他们都是猎数 说不定 其中某些人 就是他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现在 战友们牺牲了 而他们 小心地活下来 不用说 他们也会想办法 好好地帮忙 照顾战友的亲缘 陈主任这边 还在等着看热闹 可没想到 卯兔居然真的一声不哼 把这三十号人 全给接受了 妈的 这徐卯兔就不嫌弃这么多人 这是嫌得他多能的 哎对了 这徐卯兔接受这么多人 正见齐全吗 开场的资历够吗 会不会扮成黑工厂 会不会压榨这些列数 陈主任转头 就去跟上面反应 当然 他不能跟王局长反应 现在王局长 明显站在猫头那边 他向别的部门反应 别的部门还有他的亲戚 别的部门又成立了 联合行动小组 要去检查这个新开的皮鞋厂 一群人 浩浩荡荡的 向着那边的皮鞋厂出发 原记者作为一个记者 消息自然是灵通的 听着动静 心想不妙 赶着向皮鞋厂跑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各位领导 不知道今天来厂子 是有何贵干呢 你开这个皮鞋厂 办好了相关手续吗 还在办 依法凭证经营 这个规矩 我还是懂的 意思是 你现在还没有正式吧 那现在是无证经营了 这无证经营可不行 暂时先停